年底桃園市長的選戰備受矚目 帶大家來看一下桃園市長鄭文燦 他對於新竹市長林志堅 他就認為了 如果對上了張善政 林志堅他的盛面比較高 再來看一下因為林志堅 他無法激起桃園人的仇恨 那麼選民就不會以大局為重投給國民黨 再來看一下這一位 他是無黨籍的桃園市議員劉許廷 他就表示說 其實他也沒有很看好張善政 雖然林志堅他也有一些缺點 但是他認為如果藍營他不打綠的 選民就不會投給在野黨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選民根本看不出執政黨的弊端 再來一點的話 就是他不相信張善政的陣營 在選前會好好的進攻 因為藍的總喜歡温文儒雅 毫無戰鬥力的候選人 再來看一下 那就是如果民進黨推出了陳時中 來選桃園市長的話 那麼他就認為 陳時中是一個很有爭議有仇恨值的人 那麼選民的話會有對執政不利的聚焦點 恐怕會以大局為重下架民進黨 屆時的話就會增強投票意願 再來看一下劉許廷他還說 那就是民進黨桃園市的立委 黃世傑他可能是一張隱藏性的王牌 因為他是在地人 學歷也不輸張善政 還有桃園市政府六年的經驗 跟張善政行前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重點是他絕對比張善政更了解桃園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